大家中午好 今天是7月18周二 美股已经开盘一段时间 现在是中午的2点13分 看看盘面的情况 美股开盘 今天还是既由昨天继续的强势 Val的ADD TIG还是在零线以上 尤其是纳斯达克在零线附近徘徊 稍微挑头向上 纳斯达克的BREF1.5比1 纽交所传统价值稍微强点 ADD的话在1000左右 最高是去到1500 然后纳斯达克的ADD的话 回落的多一点 那整体来说还是近600只股票上涨 TIG的话也在零线以上 高开然后更多的零线以上 可以看得出今天市场还是偏向于买盘这边的 然后VIX也没有起色 日元也没起来 所以每周日继续的在低位徘徊 那这其实都是奉献喜好比较强的一个征兆 所以大盘还是没有想要跌的意思 还是没有想要跌的意思 但原油确实也挺强 原油先行指标 依然还是在高位 所以意味着说原油价格可能还是会走强 原油价格走强 最终可能还是会退通胀有影响 但目前来说市场可能还是不太担心这一点 还是不太担心这一点 美元有些许反弹破了100之后 下破100拉回一点点 这里可能会有一些支撑 但破100已成定局 那个破了100之后可能会往更低位置探9896 甚至可能最终到94.595都有可能 同时我们看到美元虽然说稳固了一下 但是不影响各大资产价格继续的向上冲 但更多还是在一个大的区间范围内 我们看指数级别的品种 外围市场的话日经稍微弱点 但其实美股的四大指数 欧洲都还是挺强的 能源类的很强 能源系的很强 然后国债反弹的少 大中商品分化比较严重一些 铜今天是微跌 但黄金白银就是白银 还是有相对强势的 今天黄金补了一点点 农产品对于分化比较严重 美元反弹 但分有货币的话 看上去还是健康 然后从图来看的话 图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都还是在一个上行趋势当中 纳斯达克今天也新高了 然后道指今天补了一个新高 楼数2000可能有更大的空间 所以中小盘的话 看到更多的美国的本土的公司 参与到这个上涨过程当中 也是我们最近说到的 更多广度深度的各股的参与进来 大盘 尤其我们看到大盘股大市值公司 微软今天是5% 没看到什么特别新闻 因为达也在涨 但这些大的市值公司涨的话 就不需要太多的理由 因为本来估值就没有很贵 然后今天我们看银行也是在 财报的情况下有带动向上 感觉这一周的财报 目前包括上周的打头靠的几个 传统价值的板块银行 或传统价值工业道指里面的股票 都是以中立偏向上的财报的结果 那马上今天盘后 那今天 这盘后还有一些传统价值的银行 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等到周三的盘前 以及周三的盘后 托斯拉的财报 好那周三盘前也是一些银行 包括周二的盘后 我觉得整体来说还是偏向于向上的预期 所以更多还是卖破 更多还是卖破 然后周三的特斯拉 以后我们再看看集权链上的一些异动 包括还有奈飞 这两个可能会至关重要 对于这周市场 包括接下来市场的一个走势 那同时我们看到Catalyst Watch 这个其实我们昨天也讲过了 这个就不多做后续的跟进了 那Start Watch这周也讲过了 那我们看板块上来说的话分化比较严重 科技股能源等这些通胀 成长性的板块还是表现比较强 然后银行今天也不示弱 在财报的情况下银行今天也领涨 所以两个我们看到都是向上的 两个都是向上的 银行还有科技两大马车都是向上的 我们看还有就是这一周来看的话 市场整体来说还是有去分化 但整体还是偏向上 然后我们看昨天没讲的 这个个别的列表 中长线的列表 中长线列表 五十一支 今天Top Gainer的话应该有不少参与进来 最近我们看到中长线列表里面 每天其实都有Top Gainer的选择 也是因为中长线各股的参与进来 个别更多的小股票参与进来 然后涨股榜里面 每天其实都有超过200支 在5%以上 那今天我们看也是一样的 第一月前20已经超13% 整体来说10%以上的股票 涨10%以上的股票超过差不多50 40多支 涨在前面的话 我们小盘股片多 大的市值公司 或者说我们有关注的就是Rocket Lab 算是一个 属于这个Space火星概念的 然后还有一些有移动的一些个别股票 还有一些有财报的像 Chall Swap 今天是涨得不错 看这个板块按MultiCAP来看 今天在 达5%以上一个币列以上市值的 基本上就是 微软是最大的了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看到摩根 Stanley Chall Swap 这些大的投行银行 券商 还有BBIO 这也是我们看到比较大移动的 最近的一些生化资料股 AI 这些热门的能源类的 所有这种波动值 Beta比较高的 其实都有参与进来 所以感觉整个市场风险喜好 包括估值都起来了 都起来了 尤其是这种做空比比较高的形态 比较扎实的 也都有不错的表现 他loser的话呢 我们看一眼loser在这种市场下 可能就会少一些 但中盖 或新市场的可能会多一点点 感觉也是受到美元有些许的影响 20多只 一个币列以上跌超过5%的 里面中盖为主 中盖为主 感觉是受台风 可能会有些影响吧 港股没开盘 但明天如果恢复正常的话 可能中盖也会是一个机会啊 就看这个反向 看这个正向指数硬啊 YINN 呃 又是从30出头到40这一波 然后现在回踩下来 感觉又是一个机会啊 呃老布也再次的起来 所有的这个正向指数 我们看今天呃 DPST是最强的 经过两个季度 可以看到银行 其实没有任何受到金融危机 之前就是银行危机的影响 反向指数 SRK跟TESCUE 暂时可能都还需要再等一下啊 目前形态来看的话 只有老度是最好 LADB是最好的啊 呃银矿一样也是绝对强势 这两周银行都是很强 虽然说白银今天没涨多少 但银矿我们看到后续是跟进的很强的啊 所以看到银矿其实才是后来真正居上的那一个啊 呃Space相关的股票只有Rocky Lab 其实是比较强 其实今天我们看整个Space都长得不错啊 因为这里面还是有很多的成长的故事 包括还有炒作的概念在里面的啊 感觉也是在势头上 跟着特斯拉SpaceX在炒作 然后还有生化小谷 QGBT这我们就不多讲了啊 啊油气骨中盖 生化啊金属原料的想要提一下 因为新的一轮牛市开启的话呢 原料金属肯定是走在前面的啊 那这边长得最好的话 我们看的是铝 从周线图来看吧 日线图看的不太多啊 其实整个铝的话的这个盘整过程当中 是最扎实的 而且是涨的最少啊 所以Constellium这个CSTM 这目前是涨的最好 然后其他的话 我们看到铜也在Constellation CCJ等U 还有硅相关的也都是月线级别的横盘 啊可能有像CCJ这种突破的啊 所以感觉整个金属类的都是看好 呃钢铁铜可能稍微无聊一点 铝的话呢 可能会是下一波领导者 包括还有鱼 稀土 硅 其实这都是有很大空间的啊 那这意味着说新的一轮经济的开始 传统经济的复苏周期周期性的产品 回归 那所有消费类的无论是见受通胀影响的 出行消费类的 航空股航运股啊 交通类的股票 还有消费类的股票啊 这周期类的股票都会一个一个的起来 啊 所以这是一个牛市的一个必经的过程 先不想这个初期的阶段 从雄酒转接过来 那全球资产价格可能都会接下来 呃迎接的一个轮动可能会 比较持续的一个轮动啊 当然各别市场可能会有不同的规律 A股可能一两年的牛市 然后呢美股或者是其他的资产价格 可能会有更长的这种牛市啊 呃明天财报的刚我们讲的都是一些卖破的机会 没有什么特别 大的吧啊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这种变动吧 我觉得除了美女以外啊 周三盘后 这我们明天就讲的来得及 今天盘后跟今天明天盘前的啊 都是一些中规中矩的玩意儿 更多可能就是卖破啊 那所以我们提到了市场目前 虽然情绪很乐观 呃可能随时会出现反转 积极性的规律 包括估值其实都不站在继续持续上 上的这种可能性向 但是 市场短期是可以非常不理性的啊 而且目前我们的财报季财报季 通常来说是很难跌的 除非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啊 这也没有什么特殊原因的话 财报季应该是会涨到7月底到8月初 大科技股财报出来之后 尤其是苹果啊 财报出来之后那苹果这已经开始预跑了 包括特斯拉这几天也是在预跑啊 那奔向300 320 可能是这一波的目标 那苹果这个看上去是要去200啊 可能在财报前后可能会触碰200 然后200可能会是一个坎啊 我觉得整数位置 包含可能会是一个坎 就像之前在100这个位置也是可能徘徊了很 久一样啊 呃这边 还是看一下这个资金流的一些异动 周一 呃其实我们有补充的是 on on 啊这个是半导体 但这个估计偏高啊 但是是有一些小单 然后SEDG 这个是太阳能 还有EBIX 理想汽车 BB 还有EVGO EVGO是画这个是EVGO 也是个电动车平台电动车 4块钱 5000多张 25万的 July 23 23年7月份的5毛钱 这个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啊 EVGO 也是电动车后面的一些炒作股啊 那我们看电动车比较大的几个家伙 电动车三傻 包括托斯拉啊 还有包括VIVIAN这都是炒作起来了啊 EVGO 这可能也是在很低的位置啊 目前是没有任何启动 现在是在3块5 4块 可能随时会起来啊 这里是有4块钱的 5毛钱的扣 意味着说至少找到4块5 当然可能会有更高的空间啊 这个期权是非常便宜的啊 从昨天看到买到现在应该已经开始赚钱 然后 9点半开盘 基本上青一色绿色10点钟左右有点红 但也没什么问题 更多就是冲高回落一点点啊 但是后面很快就跟进了更多的 看涨的东西 尼科技股为首啊 就知道1点钟之前 呃整个市场呢目前的期权链的制定 都是非常强势的 然后个股的话呢 像生化制药股票AUPH 这也是有些骚动 也是冲着世界去的 呃七八月份好像是有一个拍烂的数据 另外Vlatia 还有BBM BBM也是生化制药医疗器械 Uber周期类的股票 不看跌 SOFI Nemone 就是之前被打压的一些成长性的高 股指的股票啊 QSI 小股票也是看涨 这种小股票10块钱以下的啊 都是值得注意的 还有 on看涨刚刚说的 ACGL ACGL应该是个ETF啊 PayPal也有看涨了 SOFI OSDK 理想 META 还有 Versolo看涨 PAT Robox 可能卖Core多一点点 TDD呢有卖PUD 也有买PUD不太明确 JB Morgan看涨 理想汽车看涨 苹果Pinterest Chall Swart 财报现实看涨 Platia看涨比较明确 另外我们就看到理想汽车跟onon 是昨天可能比较大移动入驻的两个对象 CVS 还有Robox 还有这个沃尔玛 华旗银行 S N1 TBW 还有B Bfly 也是小股票看涨 Bfly也是 也是火星卫星概念的 宇宙概念 然后特斯拉 Pacific Bank 也是有看涨的单子 Chartify Platia 微软 微软 其实昨天也有一些看涨的单子 然后Tulio也是有 Uber 周星星的股票 AXOM 这应该也是要股 还有IC ICAD 小股票 也是有看涨的单子 GBTL 没见过 Robox 还有SCI 都有看涨 Unity MOD Pinterest 花旗 这应该都是昨天讲过的 Crops 也是有些卖破买call Snapchat Meta Meta 有大量的call spread 这个感觉就是一个换仓了 感觉更多就是 没有新入的资金看涨 反而是有一些没那么看涨的单子 但属于整体来说是看涨的一个 Ratial spread A&F 看好 然后 这个Chui也是看涨 BBIO 昨天有很大的单子 我们说过了 BB Coinbase 还有 还有这个特斯拉 PayPal EBIX 应该是昨天的 应该是昨天 这是昨天我们讲的 基本上可以看到今天跟昨天是有重叠 然后呢 各股资金流还是比较广 比较泛 所以说明这个市场 目前还是比较健康的一个状态 然后罗素2000 依然是会领头 对吧 直到最后可能罗素2000 也是个股出现这种疯狂的行情 像我们去年看到的像 GME 或者AMC 这种行情 前几年看到的 如果像看到这种行情的话 可能意味着说这波就结束了 对吧 啊 这个鸡犬升天一定几秒之后就是红包 便利红包出去 然后这个行情就结束了 目前 可能还差点意思啊 感觉可能还有一些机会 但其实大哥已经开始对很多的指数 尤其是QQQ 还有标普500指数 还有UBXY进行了一些整体市场会看跌的这种布局 啊 这也是大家可能要小心的 对吧 大家小心 好 好 那就是跟大家分享的一些内容 然后明天的早上同意时间同意 我们再来啊 Until next time Chillin and stay Godful 拜拜 拜拜 谢谢观看